沒錯 到了Asa 和兩位拍攝的合作有甚麼感受 當然開心 還有 因為第二次和華仔哥合作 很久沒有跟他合作 這次這個感覺好像上次 沒有變過 很厲害 第一次和華仔哥合作 就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害怕 它不會令到你很有壓力 還有整個現場你都會很輕鬆 兩位這次的角色是否中間會有些對調 和沒有間道比 可以這樣說 剛剛很神奇 其實上一套我們合作的就是華仔是反派或是直派 這套就剛剛好像反過來 今次我來演反派或是直派 對 是的 所以我自己都看到劇本之後 我都很開心 就是終於有機會可以做一些和以前有些不同的事情 起碼可以嘗試一下 所以準備的時候做了很多資料搜集 還有我都覺得現在出來的效果也是從文言中 即是我們的服裝造型之路都有很多幫助 我們都做得好 我們都落了很多功夫在造型上 都很開心可以做到這個工作 但華哥說剛剛台上的那個 看到威者很多黑漢片在造奸 嗯嗯嗯 即是今次 即是他 即是他 即是想不到他這樣 即是怎樣 即是怎樣 他都幾 幾魔幻的 整件事 即突然間覺得那個好像不是梁朝偉 都很厲害 但加了這麼多年就合作 有什麼問題 我不怕他現在 我以前怕 哈哈哈哈 怎樣克服到 不知道 他給了我一個很好的信心 他的眼神是 是的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即是我相信由六鼎記開始 一直拍攝影 或者是拍電視的事 大家都很投入 和大家又好像覺得很合拍 所以一直以來拍下來 我們都很 每一次合作都很輕鬆 很舒服 即是不用要什麼磨合過 是啊 因為真的我們 由電視台開始合作 是啊 這部影片都是最害怕的 最緊張的 對 又沒有想像中那麼緊張 未開拍之前是想很多事情的 但因為這次整部電視 他們演的角色都很不像他們 即是不會有平時的影子在那裡 即是好像一個 另外一個人一樣 是一個陌生的人 所以就不是很緊張 好像對著一個不認識的人 對著 對著 你跟哪一位的角色多的是 我跟葦仔哥多一點 嗯 角色關係是怎樣的 那不可以的 不知道 那不可以 那個角色關係是 很曖昧 有些曖昧 又是一個合作的關係 那跟我呢 跟你就有一點點 是曖昧的 哈哈 敵對 敵對的曖昧關係 那你們是80年代的裝束 裝扮的 很喜歡 很漂亮 是的 還有 我那個裝束 我又要 我簡直是改了自己的髮線 是簡直是一個假髮 還有我是 是很鵝鵝鵝多姿的 在這部電影裡面 是否為了這部電影 粗一下身形 我不用粗 現在要僭建了 哈哈 直後我沒有操過 僭建有些甚麼 我可以看 你看就知道 他現在全部都 是的 全部都沒有放出來 你遲下就知道 有沒有一些色友 鬼仔那些 場面 當然有 是啊 鬼仔什麼感受 哈哈 其實 在電影裡面 是的 我們之間的 感覺是很曖昧的 有甚麼感受 感受 感受 講不到 給你們聽 甚麼感受 太開心 多少剪刀 忘記了 哈哈 阿薩你握著眼神 或者那個眼神 蛤 握著那個眼神 不是 我說在拍攝的時候 他好像變了 第二個人 是的 偉仔剛剛人員拍攝 有沒有甚麼慶祝 有沒有甚麼慶祝 沒有甚麼慶祝 那就是 都是 回家 喝杯 喝杯 是否真的很意外 我相信 我相信每一個 每一個 每一個 在所有的班長點裡面 每一個演員得獎 都是很意外 的 因為我相信 能夠被提名的 都是有一定的分量 如果不是 怎麼會提名 所以 每一次都是很驚訝 和很開心 那些人都會想 那些人都會想 是 他會想 是 我嗎 當然想 當然想 是 是 有啊 因為我今年觸學了她很多次 因為她在奧斯卡的先前已經贏了很多 工會等等 我每次都有一些精神 一時像 你自己有沒有想過 想想想可不可以衝擊奧斯卡的獎 我經常都覺得獎或者電影都是一個圓圈 她沒得刻意想要 也沒有什麼需要去 有一個計劃 我覺得當緣份不出現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 那你有沒有留在香港多些 嗯 好 辛苦了 等一下 沒事吧